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 參賽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參賽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 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 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然後我們在看這些事件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很歡迎你 訂閱我們的Podcast頻道 跟YouTube頻道 可以隨時把我們節目 帶著走隨身聽 當然很期待 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做更多 更好的報導 做更深度的訪談 讓我們一起來聽見 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延續上個禮拜 跟大家討論到的議題 就是精神衛生法 修法的這個問題 那我記得上市的精神衛生法 修法是在大概在2006年 因為2006、07年的那段時間 因為當時我們 我還在媒體化教育基金會 在這個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跟了 包括康復自由聯盟 還有包括建華民國 智商總會 我們去媒體抗議 對於媒體 媒體對經常者的 這個污名化的報導 那也間接地促成了這個 當時的這個法律的修法 那不過已經時隔現在已經 大概有15年的時間 雖然媒體在報導 精神障礙的問題 好像沒有像過去 這麼污名化那麼嚴重 可是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的 恐懼仍然是存在的 而這一次的修法 其實也會跟這個社會如何去面對 或是認識這一群 長期被污名化的這一群朋友們 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現在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兩位來賓 一位是張曹翔 他是康復自由聯盟的秘書長 曹翔你好 關老師各位聽眾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廖福元 是台灣精神健康改革聯盟的 召集人福元你好 關老師好 跟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們其實在上個禮拜的時間 裡面也談到精神衛生法修法 我們幾乎把很多條文 都一個一個拿起來看了 那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覺得是兩個 一個是在過去的這種法的精神 是從一個醫療的角度來去做思考 治療角度來做思考 另外一個可能是過去 比較從一個隔離的面向來做思考 那比較少考慮到社區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兩位在上個禮拜的節目當中 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要回到社區 然後在社區裡面建立一些 這個相關的機制 然後把資源投入到社區裡面 因為精神障礙者隔離 他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而是他終究是要回到這個社區 而有一個社區好的互動 社區好的人際網絡 社區好的照顧網絡 我想對於他的本身的身心狀況 應該是特別好的 那可是在現實上面 我想還是會很多人會害怕會擔心 因為這已經也不是媒體純粹問題 在社會文化當中 可能都充滿了讓大家有這樣的一種恐懼 我想要先請教 就是為什麼你們一直在強調 這個社區照顧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呢 我想針對這個部分 我先回到其實如果我們以台灣的 在投入社區支持支援的一個比例 這個目前的統計是只有7% 那大概是93%是在 醫療的相關的一個資源這樣子 對比這次對差異很大 對比國外來講的話呢 他其實是超過一半以上是投到社區當中的 那既然這個為什麼的差異這麼大呢 其實在國外 我覺得這一次在CRPD的一個審查裡面 其實有一個有一個委員 他他講了一句話我覺得蠻受用 就Johnette 他本身也是視覺治療症患者 那他其實就講到說 我們用科學的實證來對抗污靡 這句話 那他其實講的就是說呢 回到社區這件事情呢 到底他有沒有是有成效的這件事情 我們來用科學來做驗證 所以在國外 他其實很多的社區支持的發展 都是有相當的一個實證 包含我們 在上一集節目有提到的這個危機處理團隊 那在美國他們的研究是顯示呢 只要你投入這個那個危機處理團隊 他可以協助這些精神病人到社區穩定 而且他可以降低社會的成本 從每年度的 每年可能你要一個人要3萬美金的一個成本 會降到1萬美金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用成本效益來做 來做回應政府的不敢投入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呢 在國外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 積極性的一個社區治療團隊 那他是專門協助嚴重的病人回歸到社區 那這個也是有大量的一個實證 他們在美國是每20萬人口就有這樣的一個團隊 在做運作這樣子 那他們的要他們的手按 就是要進入他們這個團隊的一個服務的準則 就是這些精神病人要是屬於嚴重的 在短期之內是 就是多次的出入院 但是因為他們多次出入院也都 也就代表他們沒有辦法適應社區 所以他們透過這樣的一個社區支持的團隊 進入入家的一個服務 反而可以協助他們穩定社區 甚至有辦法去就業 那我想要透過這樣的例子來講 就是說當國家都還沒有 挹注足夠的資源的時候就在說 我們的精神病人是不可能回到社區 然後用隔離式的方式 那我覺得對他們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這次在精神衛生法裡面 先把基本的準則 或者是基本投入到社區的方向 先把它訂定 而且要怎麼做到 我覺得可以逐年去做到 而且他其實有很多相關的一些 科學的驗證都可以去參考 在國外很多的資料 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去做 但是不能夠說 我們現在看不到未來這個景象 就不把這個資源投入 然後甚至有很多的一個擔心跟恐慌這樣子 我想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剛剛談到所謂的逐年做 不過回到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就是在過去主導這個所謂的精神衛生法 或者是在這些相關業務 不僅是法 相關業務事實上是這個心理級 口腔衛生師這個部分 那可是如果從衛福部的角度裡面 它事實上是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那未來也會是有這樣的一個心理級口腔衛生師 作為一個主導的機構嗎 還是你們會希望其他的這個 設政單位包括像社會救助啊 社公司啊長期照顧師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機構也能夠一起在這個法律的制定過程 或是在未來的這個 這個實作的過程當中都應該有角色 我的意思是說很重要的是假設我們要回到社區來講 不是只有法律 包括整個國家的在最高的主管機關 恐怕都得要有這些準備吧 好 是啊 我覺得一個很 我們回到一個很一般性 原則性的是 我們沒有人 沒有活在社區 嗯 然後跟我們所有人活在社區 但是我們當碰到健康問題的時候 我們需要醫療 對所以我們回到就是精神病人最需要的不是醫療 還是跟我們一樣是生活在社區裡面 所以在這樣的原則下 不就是我們生活 不就圍繞著國家的各種需要服務人民的各種制度 各種服務各種資源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只是想要平等而有尊嚴的 希望這些就算有生病的 也一樣可以得到這些的支持 那當然我覺得有一個更微小的東西在於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是 那我們期待的生活在社區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我能夠自己決定我想要怎麼生活 然後我也可以做很多的選擇 而當我能夠為這些選擇負起責任的時候 他們只可以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其實我們一個很核心的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不是一個只是治病的生活 還包含就是 他們知道 比方說 他們能夠養活自己 然後知道說我養活自己的時候 同時是有人愛他們 然後有人會 可能他們 他們那個 那個沒有回家的時候 會有人擔心他們的狀況 我覺得其實就希望說創造一個不是疾病的世界 而是一個能夠自由的 有尊嚴的生活的方式 這樣 不過這個其實會不會更複雜 就是第一個 你要一直在強調一個養活自己或是尊嚴 那我們如果回到那個養活自己的概念來講 其實在很多人的眼中 就是精神障礙者可能是一個失能者 或是一個不穩定者 那他們的工作的狀況是OK的嗎 或者是他有不同的類型的這種身心障礙的狀況 那社區或者是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要怎麼去支持這種不同狀況的人 他事實上也可以穩定的工作 好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這次修法的目的 我們這次修法其實有希望 因為其實我們會提供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的服務 但是因為過去只能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者身心障礙證明的人 才能夠得到這種職業重建的支持這樣子 那簡單講職業重建的支持指的是什麼 你可以找一個身心障礙的就業服務人員 他會幫你媒合工作 他會到職場上面幫你做工作分析 帶你工作 然後你開始穩定工作 他還會協助追蹤 然後他會幫你跟雇主做某種協調這樣子 那我要說的是說 所以我們這次修法其實希望說 不只有身心障礙證明的人 可以得到這樣的支持 還包含有長期看醫生的人 然後他們是透過得到某一種診斷跟評估之後 他們一樣不用拿到身心障礙手冊 因為手冊其實是一個 對這個疾病經驗證非常污名的一個感受 那我們希望他們如果也需要支持 可以得到這樣的支持 對那因為之前我們在做 我服務的地方 我們有在做就業 所以其實也是看到說 我們這些會員朋友們 他們得到就業的時候 改變的不只是他的生活 還保護 改變了照顧者的生活 因為照顧者不只不用拿錢 還可以放心他去工作 然後因為他每天心情要嘛就很開心 要嘛累 累了半死也不會去吵你 好講另外一種是這樣 還有就是我們發現有些人開始改 他會規劃自己的生活 跟他開始因為有一個好的穩定的生活 他反而會更覺得自己要吃藥 更覺得自己要看醫生 然後他們開始對生活會有一些 讓我很意外的是 比方說有些人不喜歡跟別人接觸 他們會變得比較外向 甚至他們變得比較會更去顧慮別人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有更多社會化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業是非常 對他們的復原的路 然後或者對家庭 對他個人未來的發展都很重要 我覺得這是一個信心的建立 或是自我認同的建立 因為當我開始去就業的時候 當我開始能夠去完成一個工作的時候 我就不會被認為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或是我不會自己覺得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我覺得這個對於走回到這個社會這件事情 是有非常正向積極 因為當你越來越 沒有辦法肯定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不信任自己 或是不信任社會 你就會開始去說起來 然後你就可能又離這個社會越來越遠 不過如果要這樣子談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法會不會更複雜 例如說是不是應該把勞動部都 應該讓它進來做討論 是啊 所以我們有把勞動部都要進來 那超像 對超像有補充 好 其實呢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幾年的一個勞法署的一個精障就業的研究 然後其實我就也有去訪談過很多的精神障礙者 他們在就業上面的一個困境 其實我發現其實在長期以來 台灣就沒有投注社區相關的資源 那其實你回到社區生活 你就會有一個你的社會角色跟你的想望 那你當你這樣的一個資源 本來就投注不值的時候 他們去就業的這種信心也會不足 包含救服員 能夠去服務他們的一個比例也蠻低的這樣子 那我當下在找一些資料的統計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精神障礙者在 這個所有帳比的就業率 就業率是倒數第二 他是高於自閉症 那另外一個更更驚人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去翻找這個國外的這個 精帳的一個就業比率 他都是幾乎都是所有帳比最高的 也換句話說 只要我們政府在社區支持跟就業這邊 做對方向 其實精帳他反而是最有潛力去參與就業市場的一個主群 不是大家所想像的 但是當我們太著重在機構的方式的這種管理或隔離式的管理 他們跟社區的接觸就會少 他們就沒有少了那種可以嘗試社區生活 可以去 就是形塑自己想望的一個生活的一個角色的一個嘗試 回到一個常人的一個身份 所以當他有一個社會角色有一個工作角色的時候 其實是能夠支持他往下走下去的動力 而且反而他可以透過這樣的角色把自己的一個疾病管理管理好 然後去面對很多生活不同的一個挑戰 這的確是一個更長遠的 所以社區啊或者是就業啊 他都應該是在這次修法當中 非常重要的項目 不過還是像我剛剛談到 醫療這件事情可能還是在這次修法裡面 最主要被這個衛福部或是被行政院所思考的一個點 一個面向 那例如說在行政院的這個草案的第19條當中 有提到說這個中央得依照人口及醫療資源 心理衛生資源等分佈的狀況 去劃分一些責任區域 然後也去建立一些區域心理健康 促進精神疾病 衛生 精神疾病預防 還包括像這個醫療服務網 所以看起來他們還是要 從一個醫療角度來做這個醫療服務網 可是這個醫療服務網 看起來也包含了不同的面向 這個醫療服務網跟你們一直在強調的 所謂社區支持網之間 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第一個其實 現在的精神醫療網制 它是用醫院 就是很大的專科醫院當作一個中心 然後 我記得是分大概五個還六個區域 那也許朝想可以幫忙補充 然後 但是當 這個法 既然我們這次修法很重要 包含連衛福部都有catch到 應該要把社區支持放進來 但是 當要設計網絡的時候 他們比較想到的是 按照人口數據看 去設計精神醫療網 但是為什麼獨漏了社區支持網絡這樣子 那當時 那個 逐條審查的時候 李立芬次長的回答說 因為社區支持就要在地啊 對 沒錯 所以我們想的並不是精神醫療網的那一個網絡 我們想的是在地怎麼做一個社區支持網絡 但是因為這個社區支持網絡要先在中央定一個 一個精神疾病的家庭裡面 他們需要社區的哪些資源 有沒有一個最 最少最基礎的規模 跟應該要怎麼去做串連 那我們希望中央有定一個這樣的社區支持網絡的一個 比較基本的一個 一個樣態這樣子 那回到地方我覺得地方它一定還是因地制宜 但是它至少有一個可遵循的知道說 我地方未來在資源的建構上面 我應該要注意到基本的條件有哪一些 這樣子 那它再把它自己因地制宜的東西放進去 但這個好處就是為了回應就是說 我們既然這次修法把新衛中心放進去了 那它就代表 因為新衛中心有71處 甚至未來100處 那怎麼讓新衛中心可以去成為 這個社區支持網的其中一個大個管 然後帶領著家庭去 不是讓家庭自己去做整合服務 其實事實上我們現在的個管 因為人力不足 家庭才讓它做自己的個管 我們是希望大個管 因為他們要更了解在地的社區的支持的資源 然後帶家庭去創演 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服務 我覺得它才有辦法是不會讓個管自己想辦法 而是既有的地方的系統 就有社區支持網絡的 對它只是幫忙把它串起來而已這樣子 嗯 常常有補充嗎 好 因為其實我本身就是從醫療體系 我在醫療體系大概工作有10年的一個經驗 其實在精神醫療網的概念 它真的還是比較偏向醫療模式的一個想法 比如說你的症狀穩定就轉到慢性病房 然後就轉到康復之家這樣子 它其實並沒有建立一套 就是其他社區支持的資源 因為它本身還是很衛政體系的一個思考 但是我們今天再講一個社區支持網絡 它其實講的是什麼 就是社政勞政甚至教育都必須要進來 那其實就也說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談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這麼的重要 竟然在第二期的社安網的計畫裡面 新衛中心花了將近70億在建置這些專業人力 然後甚至在建置這些地點 那我們有這個就是我們的人民有 有權利去要求這個行為中心做對方向 以及把它做好 那他就必須要去整合這個地方的一個資源 就是包含就是說 他今天如果不一定要使用到衛政的資源 他可能會使用到社政的資源 社區行為中心的各館應該要能夠有這個權責去做這個連結 而不是就回到就是因為我可能主管的就是衛政相關的體系 所以我只能做這些衛政相關資源的一個轉線 那其實在國外 這是因為台灣早期是沒有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所以其實在台灣主要還是醫院在做各館 跟衛政相關的資源連結 可是在國外的既然我們是參考美國的這種社區行為 或者是澳洲社區行為的一個建置 其實它的層級是高過於醫院的 也就是說這個社區行為 它能夠調動醫療資源 跟社區的社政相關的資源 甚至是勞政相關的資源 這才是一個回到就是 我們在講社區知識網絡這麼的重要 但是他卻在這次的修法中 卻被堵漏 堵漏的這個社區知識網絡的概念 還是用醫療網絡的概念來看 OK 我想這也就是還是回到一個基本上面 邏輯上面的一些差別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在節目當中要繼續來 跟大家談到這個精神衛生法 修法一些相關在爭議的部分 那有沒有解方 有沒有可能去解決的方法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東派理會他們作為來掛動這個精神衛生法的修法 他們也很均定這個行政的版本 不過裡面沒有這個具體的服務行不 所以他們要趕緊來服務政府 支持精湛照顧者 支持精湛照顧者 過關期精神服務朋友跟家修團體請出來 在佛陸在這天 跟在亞棟跨東派理會共同掛動 精神衛生法修法 占對行政一般的修法版本 頭一次將精神佩優 需要幾次的概念放進去 甚至將社區幾次的命數改歲 民安團體很穩定 不過調問中 少不具體的服務行不 只要不是他們專業經營的全部都叫農發糖 說 現在提供照顧給精神便宜的民安團體 重視違反 只要不是他們專業經營的 全部都叫農發糖 所以他們現在為了煮農發糖 這個法他自己打自己的 就是左手打自己的右臉 有很多社區心理的一些方案 而不是只有吃藥不吃藥吃藥 我們現在精神衛生法太醫療化 明安團體強調 精神一般懷舍 最需要的社區幾次 以及對照顧和照顧的 求助觀察和支持 任時主張在 共濟團員和商議 政府導管和當局的支持 將對建立社會安全的方案 有幫助 記者綜合報導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運輯資料庫 我們 啊對不起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運輯資料庫 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這裡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再去關注的一些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事件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去看門道 也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跟Podcast頻道 夠把我們的節目呢 隨時帶著走隨身聽 當然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 兩位來賓 一位是張曹翔 曹翔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廖福元 福元好 關老師跟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兩位 我們其實已經聊了三段 我們接下來要來把這個精神衛生法 好好的再處理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 我不知道這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法令 因為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好好的談 其實在現在也正在立法院的這個修法當中 我們當然都希望是一個好的結果 特別是這個蔡總統其實再三強調這個社會安全網的這個重要性 安全網的概念不是一個補破網 不是一個事情發生的 我們怎麼去解決 或者是怎麼去去處理後續的事情 而是在事前的一開始 或在平常 那個網絡的建立恐怕就會非常重要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兩位在談這個精神衛生法修法的時候 一直在強調社區社區社區 作為一個社區 作為一種所謂的照顧的一個最主要的 這個所謂的主體 或者是一個範疇是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跟大家繼續討論有關社會 這個所謂精神衛生法修法的部分 那其實在這裡面也有一個 我也覺得一個蠻有趣的條文 就是有關於這個精神衛生法 這個強制就醫的部分 我們在上一集的節目也談到 強制就醫可能會對於這些 一些人造成的影響 那過去的這個強制就醫 並不是由法院來做決定 那現在呢 這個強制就醫這件事情 可能就會跟法院有關 這相對之下 看起來是會對人權 是會有比較多一點的這種保障 由這個法院來做這個鑑定 不過似乎出現了另外一個 我覺得有點奇怪的地方 就是這個緊急安置期 從原來的這個5天 延長到14天 感覺一部分要去這個符合 人權的這個保障 但是又強制的時間 就醫的時間 他安置的時間 他可能又變長 那這會不會是因為法院要去做審理 要去做鑑定 他需要時間是有關的呢 我們認為是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 過去的這個緊急安置其實是兩天 他是留給醫院可以去做那個緊急安置 就是有沒有符合強制住院的要件 這樣子 但現在變成7天 但7天之後為什麼還要7天 其實就是留給法院 所以等於說他是從5天變14天 將近3倍的時間 那所以某程度是說我們是為了符合CRP 就是符合拘束人身自由是由法官來裁決 但是卻因為法院需要更多的時間 而反而拘留了這個人更久 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修法的時候在討論是 那如果後來法官判定這個人不需要強制住院 那有沒有國賠咧 好我們就是把它當作笑話聽聽這樣子 那跟另外一個角度是 那本來5天變14天 那代表是我們可能覺得這個人需要住院好了 那為什麼不要快一點來確定這個人要不要住院 比方說7天 我就可以更及早的確定這個人會入院接受治療 而不是等到14天在裡面的治療過 要面臨到底會不會強制住院的這種不確定性的因素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算從就醫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也應該盡早的就醫啊 這樣子 那當然從人權角度 我覺得從5天變14天 然後沒有就是 你也不確定他有沒有符合強制就業要件 你就可以拘束一個人14天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還有第三層問題是 是在國外在做強制入院 強制入院不等於強制治療 意思是什麼 我就算被強制送到醫院住了 我不等於我 我需要吃藥 所以國外其實就算我強制住院 就是為了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跟同時讓你不會暴露在一個不安全的情境裡面 但是他們的精神疾病經驗者一樣可以選擇要不要吃藥 要不要打針 所以這跟台灣是不一樣 台灣的強制住院等於強制治療 哇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這應該有很多問題吧 就是有點實際上都已經是種侵入式了 對不對 打針吃藥 這個真的是合適嗎 但這個在台灣老實講 還很難有很難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們這次修法 還算有些這個部分的建議 但是我們有討論 至少說想要趕快就醫 那就希望7天內趕快決定吧 不要讓家屬跟當事人都這麼不安 然後第二個是關於人身自由 你5天到14天 我覺得我們還是希望在7天裡面決定 比較不會有這種 從某些角度 比方說前一兩年 某一個專科院就碰到 把一個有幾百億身家的人就強制住院了 後來是請那個大老闆是請某一個立委去救援他出來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是因為家人要拿他的財產 對啊 所以說可能就會出現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還是要相對謹慎 不只考量到就醫 可能要考量到很多的方面這樣子 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要有一個出院計劃 你們會覺得說不是單純的由這個病人跟這個 醫院自己來做決定 那甚至你們覺得那個在過去的這種規劃都大有問題 那其實還有不只是我想不是這個出院計劃 其實應該是說 這一件事情有關於精神障礙的法規也好 或是相關的制度也好 或是相關的執行也好 他應該是怎麼樣的一種共同討論的方式 那其實在現有的這個法規當中 其實也設立的一個叫做政府諮詢會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政府諮詢會到底在做什麼 那目前的這個政府諮詢會裡頭 會有什麼樣的組成 然後剛剛談到的這些病友或是家屬 或是病友團體或是家屬團體 在這裡面會有一些角色嗎 好 那其實在 舊的一個精神衛生法裡面 它就有一個精神防治的相關的一個諮詢委員會 它其實會針對國家在建設相關的一個心理健康的政策 跟精神防治的政策裡面是可以給予建議的 而且它在法定上面 它應該是一個最高的一個諮詢會議 但是它的組成其實比較多 就是在現今還是這樣子 就是它在修法還沒過之前 其實主要還是以整個醫療單位的一個專家學者為主體 那病權代表跟家屬代表 是相對非常的少的 那甚至就是說回到就是 因為病權代表跟家屬代表在諮詢會議的其次是比較少 所以他們提出來的相關建議 到底能不能在這個諮詢會裡面被採納 被納入一個決議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是在這個諮詢會 它在現今的一個運作的回到 回應到家屬跟就是病人的需求 這一段是比較薄弱的 那比較慶幸的是這一次呢 就是新的一個精神衛生法裡面 它把這個就是病權跟家屬的一個代表 就是提升到二分之一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個決定性的一個改變這樣子 但是我們比較關注就是說 到底在這個諮詢會會議所討論出來 未來即使是增加到二分之一左右 然後很多的病權代表跟家屬的代表的意見 已經被納入了 那但是到底它能夠實際執行的程度是怎麼樣 這個是我們未來在這個聯盟裡面 也會持續的去關切這樣子 OK好還有一個一個一個這個條文 是讓我覺得比較驚訝 其實我在幾個月之前訪問家連家的時候 其實也提到了這個條文 就是有關於這個精神障礙者家屬的 克責這件事情 那我把這個條文28條稍微的一點像 它是有提到說 對於病人不得有下列的行為 包括儀器有撫養義務者精通之後 無故未盡撫養義務或者是身心虐待 然後 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病人 與 這個易發生危險或是傷害之環境 那包括第五個是強迫或誘騙病人結婚 第六個這個其他病人 或是利用病人的為犯罪 或是不正當的行為 那這裡其實看這個條文的本身 看起來是希望我們不應該去欺負 這些可能身心障礙者 那包括你不可以去遺棄他 也不可以去身心虐待 甚至也不可以強迫他結婚 騙他去結婚等等 可是這裡當然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正面 我們本來就不應該去欺負 我們本來就應該 去好好的去善待這樣的一群 跟我們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不同的人 那可是這裡提到 是一種所謂的家屬克責或是克責 這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會不會造成很多的家屬 其實在照顧這些身心障礙者 本身就已經非常的困難了 因為我們遇到過很多的家屬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 他們都很更多的是需要這些 所謂的支持團體 他們才能夠自己走下去 可是他還要克責 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我自己會稱呼這個叫龍發糖條款 就是當初高雄市衛生局 在處理龍發糖之後 他沒有料到後續 因為他們也把他們強 某程度的強制住院了 然後後來很多的家屬沒有來接 沒有來付錢 所以導致的狀況這樣子 但如果我們要真的很認真的去爬出這個事件 第一個是當初龍發糖的確它是一個不幸的事 但是家屬當初很多把家屬 把家人送到龍發糖是因為他們早就付龍發糖錢的 第二個事情是很多會送到龍發糖是家庭早就凋零了 比方說我有一次去參加記者會 那有一個家屬 我發現他是唯一的家屬 但是他是一個遠親的表親 結果你要叫他來付錢 這不是很合理 那還有從那個記者會可以聽到很多的家庭 他的就是他同時要照顧的人很多次 這個家庭真的個條件不夠 所以後來的確社會局就想辦法有一個 應該說有一個方案叫做什麼 結果反而就一案到底這樣子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這背後都有一個問題 包含龍發糖就是為什麼 家屬最後要把家人送到龍發糖 其實很多的家屬 包含龍發糖自救會裡面有一個家屬 其實他是手足 他本身是念心理系的 那他其實已經試過很多社區本來有的方式 所以才送過龍發糖 所以我要說的是 我們不管國家在投入預算 在整個修法的過程當中 還有我的實務工作裡面 我充分的感受到家屬沒有得到支持 所以說如果我講一個比較嚴厲的 如果我們認為 撫養義務人要受罰 那我認為最大的國家的義務 撫養義務人是國家 那我覺得應該請國際來懲罰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政府沒有為地球公民 那個布局最大的撫養義務責任 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可能有一個很大的解釋 但是我覺得是 我們政府不負責任才造成這些狀況 我們政府只想把人送到醫院 不想要再社區 不想要讓他們再社區好好過日子 然後包含家屬就過不了日子 才會造成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通常會到這樣的狀況的家屬 其實都有一個很複雜的情境 那事實上是本來既有的法律有幾個 比方說你可以免除撫養義務 或者你可以用議定監護 換願意幫忙協助家屬來做 你也可以甚至法律上甚至生權法 跟某些法令是 你可以請社會局或者是哪一個單位來代為處理 那你至少醫院可能就會有人介入處理 就可以解決醫院這件事 雖然他只是解決醫院碰到這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背後我們國家應該要更要去看到 家屬的處境是什麼 而不是來只是要罰款家屬懲罰家屬 我覺得這不是 這是一個非常消極到不行的一個條款這樣子 我自己在看這個條款的時候 然後我們對照前面的討論就發現 好像就只有兩關啦 一個是醫療機構 不管他是一個區域型的醫療機構 還是一個醫院的醫療機構 然後另外一段就是回到家庭 那可是問題是說 他不是只有在這兩關活著嗎 他不是只有在這個醫療機構生活 不是只有在家庭生活嗎 那醫療機構有很多的資源 然後去投入 這當然是應該也是需要的 可是家庭呢 一旦他回到家庭之後 相關的轉嫌機制 相關的討論 相關的出現計畫 可能都還沒有很完整 或者是他可能 剛剛講的可能是空的 那就回到家庭的責任 是一個非常重大 就是一旦你家裡面有這樣的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再親密的人 他也不見得能夠承受得住 甚至不見得是那個心理的問題 不是一個能力的問題 而是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可能處在某種的恐慌之中 我不知道曹翔你自己的經驗當中 怎麼去看待這個條文 我自己在醫院工作滿長的時間 其實看到很很長的狀況就是說 他們出院以後其實就沒有 相對的社區的資源可以去運用 所以就很長又回到醫院 那回到醫院來 來以後呢 就變成一個長期的一個機構式的一個照顧 那其實家屬也沒有被支持 就是另外一端就家屬這端 其實並沒有被支持 當你這個法條一出來以後 就是你長期沒有支持家屬 然後呢你長期也沒有固件社區的支持資源 你要把這些長期在機構裡面照顧 然後其實他們在機構裡面待越久 他們回到社區的一個獨立生活能力 其實是相對一點是減少很多的 就是這些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個法則交給家屬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 非常不合理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我們長期就 就沒有把這個資源網路建立起來 所以他們才會沒有辦法回到社區 家屬也沒有得到支持 所以我覺得只要在這次的修法裡面 把這些家屬的照顧支持的資源 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還有社區的支持資源建立起來 這個狀況就可以緩解 不需要另外再用一個法則來說 你為什麼家屬沒有把這些 這些親人把它接回去照顧呢 對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本末導致的一個行為 這彷彿是在兩個點 一個家庭一個在醫療機構兩個點 直接在那邊跳來跳去 一個人就在跳來跳去 可是永遠沒有辦法落地 我所謂落地是沒有辦法落到一個社區 但是社區 可能是一個最可以去接住這些 這些人的一個機構或是一個體制 但是在這次法律當中 你會發現它是非常非常的 可能至少對我來講 或是對兩位來講 都是很貧乏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今天節目也必須要到這邊結束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錄製的同時 兩位正要去遊說立法會員 這要去跟他們去過通 這要去跟他們協商 那我們希望這個會是一個好的結果 畢竟我們節目長期關心這麼久 而且其實也不是我們節目關不關心的問題 而是這個社會都要共同去面對這件事情 過去的做法 它並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那好不容易有個棄區 好不容易有個棄區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好好的解決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賓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我們有機會再討論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